尊敬的作为法师 作为大德同修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次学习到第二十愿 临终皆隐愿 我们先把经文念一下 赋予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灵寿忠实 我与诸菩萨众 迎现其前 今须余间 吉身我岔 作阿维悦志菩萨 不得是愿 不取正觉 开头讲道 赋予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老人家 开解了 这个善根 世间是三善根 无贪 无辰 无吃 出世间 只有一个善根 精进 在观无量寿经当中 为我们开示 要修 敬业 三福 那这样才是 有福报 有四出世间的福报 我们常说要正住双修 这个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这个算是住修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这是正修 正住双修 那老人家开解 这个三福 我们前面也都有讲到 尤其提到第三福 发菩提心 生性因果 独送大臣 劝尽行者 这个都是 出世间的善根 都是精进 这个发菩提心很重要 一发大心 超过修行历劫 所以这个发心的功德 很大 那老和尚在 一百三十页 提到了 这个三福是 三世诸佛 敬业正英 想想看 多么重要 决定不能疏忽 也比喻到了 就像盖房子 没有打地基 盖不上去 它会垮掉 会倒掉 不能成功 我们现在修学 不能成就 很多时候是忽略了基础 所以老人家一直在强调 要扎三根 也是对我们这个时代 应激的说法 尤其强调 善男子善女人 敬业三福 第一福是标准 一定要 老老实实下功夫 孝养父母 奉事师长 持心不杀 修十善业 那所有善根 父以善根回向 愿生我国 前面十八院也是提到 所有善根 兴兴回向 所以代表了 所修一切善了 不能求世间果报 要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求世间果报 那所修一切都 翻转成 轮回的善业了 轮回的福报了 这个生死大事 福是不能救的 功德才能救 所以我们所做一切 回向西方极乐世界 这是助修了 是功德了 当然 要不求世间果报 也不简单了 你看 梁武帝 他还求世间人的赞叹 这也是求 那我们 有没有求 生活好一点呢 或者有没有求 谁对我好一点呢 这个都是求 这个其实都还是 留恋时间的 所做一切 都不为他求 就为求生净土 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 那 愿生我活 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那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这两句是指 持明念佛 在一百三十一页 最后一段 我们上次也提到 我们稍微再复习一下 念佛要紧的是 一心称念阿弥陀佛 一心就是心无恶念 心里若有一个杂念 就不是一心 一心是专制 心不缘任何事 这才是一心 这才是一心 心里绝对不攀缘其他的事 只缘这一句佛号 只缘西方世界 一正庄严 还是要专注 砖很重要 老上也常比喻 你一注光照下来 不会把这个纸给烧起来 但这一注光 它透过一个放大镜 把这一注光 汇集到一个点上 连钢板都可以穿透 这是砖的力量 换句话说 你想 想阿弥陀佛 你念 念阿弥陀佛 你拜 拜阿弥陀佛 才称一心称念 就依照这个方法 先从事修 我们讲的浅显一点 念佛人 心要清净 清净到什么程度呢 不怀疑 不怀疑 不夹杂 所以念佛啊 也要关照功夫 不是我们念的多 也不是我们念的久 我们就有功夫了 这个是一个相 这个是一个相 念多是个相 念久也是个相 佛法是要不着相 佛门说 重实质 不重形式 不是重外在的形式 我们这段时间 也跟大家 常常提起两个字 就相应 实质是相应 不是外在念的多 所谓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那当然不是大家一听了 那不用念很多了 那又听偏了 所以听啊 要会听 要能领悟 不能这个偏执的习惯了 也都用在听经当中啊 自己没有察觉到了 容易偏执啊 也是一种性格 而且啊 容易偏执啊 还是关照自己的心啊 不够深入 体会事 看事啊 比较表浅 所以念佛的功夫啊 体现在 心清不清静 有没有夹杂 这些杂念 就不夹杂 不怀疑 这才叫净念 大师之菩萨教导的 静念相继 绝明妙行菩萨 教导是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这个不怀疑 不夹杂呢 是静念 不间断呢 是相继 所以这些主师们的教导啊 他都很相应 所以从早到晚呢 要保持清静心 这当然不是一桩啊 容易是 要晓得啊 这是从凡夫一生做佛啊 这是当生成就的法门啊 凡夫一生做佛 哪有那么简单 那么容易 就可以做佛了 但比起其他法门呢 那念佛法门最容易 实在也不是很容易 所以这个义行道 我们听 念佛法门是义行道啊 可不能一文解义啊 一行道 很容易 起的这个念头啊 会掉以轻心呢 比方我们看到的第十八院 一心信药 欲生我活 自信信药 欲生我活 乃至十念 哇 十念就可以往生了 看到这个愿文了 产生了 反正我念十诚就可以往生了 这样去解经文啊 就很危险了 临终实念 要很有把握啊 那哪是临终的时候才开始念的啊 所以是比其他法门容易啊 不是说他简简单单就可以修成了 所以难与易啊 在乎自己啊 有没有这个认识 有没有决心 有没有决心 是吧 只怕有心人啊 果然认识清楚了 什么认识清楚呢 什么认识清楚呢 清楚啊 轮回可怕 不想再搞轮回了 不想再搞轮回了 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了 以身信愿持佛名号了 我不想再搞轮回了 还认识到什么 不想搞轮回啊 不想搞轮回啊 得要断见识烦恼 那我断不了啊 第一个身见 就很难了 那断不了我出不去了 有个特别法门 有个特别法门 其他法门要靠自立啊 断不了了 靠佛的四十八愿的加持 其他法门是 束出三界 要断见或施或 出六道轮回 念佛法门是横出 不用断烦恼 不用断见识啊 能够直持名号 就可以出去了 这个 六道当中啊 只要有执着就出不去了 但是这个法门 你可以执着 这一句名号 直持名号 可以先接到极乐世界局 所以认识到呢 除了这个法门呢 出不去了 那就会感阿弥陀佛的大恩大德了 然后 然后 会老老实实的 使心踏地 修这个法门 学这个法门 认识的 或是深的话 就不会分心了 还学这个学那个了 而且下定决心 不再搞轮回了 那有这样的认识跟决心啊 那有这样的认识跟决心啊 要成就就不难了 老儿上也有观察过 这个净土圣贤路 里面有很多成就的人 老儿上观察到 很多位啊 都是三年 看他们的年龄啊 应该不像啊 寿命到了 所以等于是 老老实实修行啊 三年 有消息了 阿弥陀佛偷消息了 他又不留恋世间了 他又不留恋世间了 早一点去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不难 因为 我们真的 肯放了下世间呢 阿弥陀佛不忍心我们在世间 多受一点苦 所以三十系念有说 便就今朝 乘佛去 乐邦化主 以贤慈啊 我们今天就去极乐世界了 阿弥陀佛 见到我们第一句话 以贤慈就是 你怎么现在才来 傻孩子 你怎么 往受轮回苦 所以修行人不怕死 希望早一点去极乐世界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这个世间 世间无常啊 国土围萱啊 国土围萃呀 最近 尾巴冲突 你看一个大楼 瞬间都整个都垮掉了 伤亡很严重 这个世间的供业不小 当然我们遇到这个静缘 我们也是身洗慈悲心 念佛给罹难的众生 回向 我们所欲一切静缘 都不要忘失的菩提心 看到这个静缘 我们也尽我们一份力 来回向罹难的众生 同时这个静缘也让我们感受无常迅速 我们不能现在生活物质都没有问题 我们这个道心就不够精进 所以这些景象 其实都在给我们说法了 这个八大人觉经一开始就是讲 世间无常 国土为翠了 常常有无常观呢 就不容易对人事物产生留恋了 下一段 师长讲到了 如果还常常被外境动摇 那真的要在佛菩萨面前 要在佛菩萨面前痛哭流涕 磕头求忏悔 我们被外境动摇 那跟这个愿文就不相应了 愿文是一心念我 昼夜不断 我们常常被外境所转 这功夫都断掉了 磕头求忏悔 不被外境动摇 也不简单 毕竟我们有五十节的业力 于静一宫 这个也是读书人 懂得道理不少 他遇到 赵神也点化他了 他也想好好努力了 他发觉自己的心 都是随静在转 最后也是在观音菩萨向前 磕头磕到流血 然后发愿 愿善念永存 希望自己的念头都保持正念 善力精进 这种行善 断恶修善的心 很精进 不懈怠 马上丝毫自宽 永度地域 有一丝一毫懈怠 自我宽恕了 永度地域 这个寺院下得很猛 慢慢的 所以有决心了 一定能够扭转乾坤的 那当然我们能感受到 愚公的决心 当然大家听完 决心要效法 但不一定要磕头磕到流血了 我这个角度 是提醒来 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还是蛮容易冲动的 有时候一冲动起来 顾及不到家人 身边的人 对我们所做的 事情能不能理解 结果 家里的人都不理解了 会产生无形的 一个阻碍 比方说我们在修了 我们就觉得 我们要救家里的人 家里的人看我们修 觉得挺迷信的 家里的人要救我 就搞成这个样子了 互相不理解了 那我们修行的人 又觉得 家里的人反对我 其实有可能是 我们自己修行 太执着了 好像如入无人之境 这样的情况 我接触了好几个了 所以看到这个磕头磕到流血 稍微提个醒 不要做太多 家里的人理解不了的行为 最后呢 家里的人想救我们 好 佛法 首先下功夫的 就是放下自我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佛法的功夫不在外面的像 再放下 放下 放下是功夫 放下什么 放下我 任何时候啊 能够体恤到别人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放淡的 好 那当然 一个人下决心了 那佛菩萨是 同体大悲 我们这个心啊 就跟 佛菩萨 护持我们的心啊 相交感了 佛菩萨真的是 生生世世啊 谁主于我啊 心无战舍 都在抓机会啊 启发我们的善根 所以我们真下决心了 哇那 他们的加持力啊 就下来了 就感应了 好 为什么还会被境界所转 顺境挤了贪心 其贪爱 逆境身 嫉妒 身称慧 这就是心被 外面境界转 有这样的现象啊 自己就要知道啊 是自己业障 太重 这样决定啊 障碍 这一身 往生 你要是不往生的话 业障 决定 牵引你 剁山土 现在是人生了 再过几年了 就要到三恶道去 你说这多可怜 所以要把这个事实真相 认清楚 真正提高警觉啊 这就是开悟 这就是觉悟了 果然觉悟了 不再搞贪生吃 不再造三土六道业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老实念佛 念佛功德啊 才真正能消业障 这一段话呢 是让我们呢 要提起警觉性 在境界当中 这个贪生吃 常常起作用啊 那这个是业障 太重了 我们这身很难往生呢 那很难往生呢 造的这些贪生吃 只能到三恶道报道了 听这一段话 不能产生恐惧啊 要产生警觉性 人要善用心啊 不然学佛啊 越学越恐惧 越学越烦恼 为什么越学越恐惧啊 常常常常自己下自己的 那我们净土中啊 主师们都强调 要持戒念佛 圣教都是 三学 戒定会三学 因戒得定 因定发慧 那戒为无上菩提本啊 那持戒很重要啊 持戒是为了得定 持戒是为了得清静心 定就是清静了 那 比方说我们持戒了 持得很严 可是常常看别人呢 就觉得 哎呀你看 这个犯戒 那个犯戒 那心就不清静了 那这个戒也破掉了 心不清静了 这是一种持戒的状况 所以我们做什么事 要知道目标是什么 不然还是学在向上了 有的持戒 结果又不是一持啊 贪嗔之全没了 身口意都不造业了 哇哪有这种人啊 那是言回转世的 不饿过了 一般 要突破一个习气啊 那得不计成败 也不顾生死啊 冲过去啊 所以 他持戒了 有饭了呢 他就恐惧的要死了 哎呀我要堕落了 所以持戒造成 他的恐惧越来越强 越来越强了 那这个就达不到 慈戒的目的了 那会陷到那个恐惧去纠结了 甚至于会沮丧啊 智责啊 怀疑自己了 不能让这些烦恼相续啊 我们 我们用心去修行了 但还是有可能会犯戒了 那 犯了十二了 犯了 还是下决心了 后不再走 但是呢 不要一直在纠缠 这些 做过的措施啊 所以张家大师 教给老和尚啊 什么叫忏悔 后不再走 不是一直想他 想一遍又造一遍的 所以我们看一段法语 老和尚的教诲啊 不是产生恐惧 这个就不善听了 不善体会了 因为老和尚这些话都是 要互念我们的道业的 是让我们要提起警觉性 所以假如我们听完老和尚一段教诲 产生恐惧啊 这个不善听 不善体会了 那这个部分都要自己去关照 好 下一段提到啊 昼夜不断 就是不间断 为什么叫你昼夜不断 因为一断了 你就夹杂 一断就会胡思乱想 换句话说啊 佛号断了就造业 是三十系念说的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即结业之所 结什么业呢 结三恶道的业了 因为起贪嗔痴了 贪心是恶鬼道的影业 称心是地狱道的影业 吃是畜生道的影业了 所以这个问题很严重 这是真实的问题 我们自己冷静去想一想 佛号断了 是不是胡思乱想 是不是又去搞贪嗔痴慢 搞贪嗔痴慢 就是造三恶道业 造三徒业 如何叫我们从经之后 不再造三徒业 只有一个方法 佛号不见断 我们看黄殿祖老居士的表法 有一次 黄老他要演讲以前 谈了一段话 好像是在 新生路 新生路里面 黄老提到他一天要住书 还要修法 他事情也不少 然后他说佛号一天 功课是三万 就是他已经那么多事情了 但是他佛号是三万 我们知道 这个黄老夏老 都是佛菩萨再来的 我们一听佛菩萨再来 要用正确的心态去面对 我们一想佛菩萨再来 所以他是佛菩萨 我们做不到 这个心态是错误的 佛菩萨再来的心态去面对 佛菩萨再来 他是应基的 他没有起心动念的 所以既然是应我们的基的 就是对我们最重要的提醒 哇 你看三万 后面要往生前几个月呢 一天多少 十四万生 这些表演给谁看的 要不再造三涂业 只有一个方法 佛号不间断 那当然 那当然 比方说我们现在有家庭 有工作责任 不能 我们今天听了 这个黄老三万生 听了之后很难过了 我不可能办得到的 不能听完三万生烦恼 听完三万应该是 很有具体的目标 不断地往三万迈进 你有家庭 有工作上的责任 在尽这些责任的时候 不用脑也把佛号提起来 那需要思考了 需要用脑了 那当然可以先放下 这个老和尚都有知道了 事情办完了 佛号赶快提起来 那当然下老说的 很重要啊 若要佛不离口啊 先去诸不离手 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手上 有没有佛珠啊 这个是得自己 自己去检查 我上个礼拜念得比较挺 都有拿着 这礼拜稍微 稍微有点忘了 要保持 按着佛珠啊 对自己就是一种提醒 大家注意看哦 你看李秉兰老师 他那个佛珠 随时都带在身上 表演给谁看啊 所以这些大善之士都是同体 大悲啊 给我们做了好多表演啊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了 要珍惜他们的提醒 起额效法 那当然呢 我们必须要专注做事了 佛号虽然放下 但真心不能放下 念佛用真心 这个念字精心 心上有佛 你真的办事也要用真心啊 那这样我们的真心就没有间断了 处事待人生活工作都用真心啊 念佛的时候是很相应的 这一句佛号就是自己的自性啊 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啊 鸿鸣正章自性啊 你平常做事都是用真心啊 这个从实质上也是念佛啊 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应酬是念佛 处事待人接物 没有一样不是念佛 用真诚 清净 平等 正觉 慈悲心 处事待人接物 那这个真心就没有间断了 好 好 所以读到这一段经文 一心念我 咒业不断了 也唯有这个方法 才能止住我们呢 不要造三恶造的业了 我们这一生啊 究竟是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还是要去做恶鬼 变畜生剁地狱 这个问题啊摆在我们面前 由我们自己选择 这个三徒一舵五千节啊 所以能念三恶造苦 能念轮回苦啊 这个就是菩提心了 劝发菩提心文里面有讲 念生死苦 这一篇教诲啊 大家要多念 因为菩提心是修行的主帅啊 醒安大师一开始就引《华言经》了 说道 忘思菩提心修诸善法 是名摩业啊 忘思就是摩业了 况没有发菩提心啊 发了还要保持它不能忘思了 那祖师有说到 这个菩提心必有因缘方能发起 那一开始就是念本思恩 念父母念师掌恩 所以老儿上常说 念念不忘孝清尊师 那就是念念不忘菩提心了 其中有一个因缘就是念生死苦 真未生死啊 还一想到地狱的恶报 灯刀山也则具体无完肤了 攀剑树也方寸皆割裂 这是这些地狱的罪报啊 阿罗汉想到这个地狱苦啊 流血汗啊 江意识老实话 地狱变相图啊 我们看的这个警觉性很高啊 都能堕下去了 常念地狱苦啊 修行就会精静了 若念地狱之苦啊 精静至深啊 所以 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由我们自己选择了 如果要选西方极乐世界一生成佛 这一句佛号就不能间断 诸位要晓得啊 打佛七世日夜念 一句佛号不间断 这透过打佛七 提升念佛的功夫 绝对不是白天念佛 晚上可以睡觉 一枝香下来之后 可以聊聊天 扎心闲话 这没有用啊 映光大师在灵岩山的道场 是一枝香接着一枝香念佛 当中没有休息的 不像我们现在念一枝香 一枝香休息二十分钟 让你去照山徒业 佛七当中啊 佛号日夜不间断的 念累了 只能在旁边坐着休息一下 衣袍不能脱掉 稍微休息一下 精神振作起来 赶紧接着念 大家轮流休息 使念佛堂啊 佛号不间断 是这么念佛的 真正念佛堂啊 这一句佛号决定不间断 常年累月 怎么念 分班 有值班的 值班的要出生 不值班的 看你的精神体力 如果精神体力好 跟着大家一起念 夜晚也是分班 所以念佛堂啊 无论什么时候 一年到头啊 一句佛号不中断的 现在真正修行的道场 没有了 真正修行的人也没有了 绝对不是念这句 阿弥陀佛啊 就是修行人 那靠不住 只可以说啊 是修行的样子 是不是真修行啊 不一定 装模做样有人 那当然这也是提醒我们 修行不能装外面的样子 真修行啊 真修行啊 要断餐成吃 真修行呢 这句佛号日夜不断 这是精静 那我们顺着老阿上这一段话 观照自我 观照自我 我是不是真修行 我的贪嗔痴有没有越来越淡了 我的佛号啊 有没有越来越提得起来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啊 于四出四肩法 还有一丝毫贪念 就不是真正修行人 这是把念佛的要领啊 为我们说出来了 那四出四肩法 我们还有没有贪念呢 三十七念有提到啊 诸苦皆从贪欲起 所以我们 观照观照 这一两个礼拜啊 我们有没有生烦恼 有没有心情不好 有心情不好啊 一定有贪求 因为贪不到了 心情就不好了 所以 我们经历了 烦恼了 要知道 问题出在哪 我为什么会心情不好 你不把原因找到了 你下次还犯了 心情不好是烦恼 太高兴了也是烦恼 太高兴了就是你很在乎的满你的愿了 激动的要死了 这个都是烦恼 一定对四出世间还有贪 才会产生这些烦恼 所以我们修行的人 不能稀里糊涂的 我怎么心情又不好了 也不知道原因出在哪 都要从自己心缘隐微处 去观照 去放下 我找到了 这一次让我 生烦恼就是我起了攀比星了 我以后不再起攀比星了 今天这个攀比星 是 拿先生跟人家比了 我从此刻开始 不只不拿先生跟人家比 孩子我也不跟人家比 都不再起这个攀比星了 哇 那这叫会修行 从生活中的一件事 他能去调伏自己内心里面 很严重的这些烦恼 这个受用就大了 好 那老人家进一步讲了 当然 在初学的时候 有难关 念着念着打瞌睡 精神提不起来 头昏脑脏 身体支持不下去 就是业障 业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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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前呢怎么办 要拼命 要拼命 要克服过去 克服过去 就得自在 精神呢 就振作起来 大概每一位念佛同修 都会遇到这个障碍 障碍 障碍现前呢 一定要克服 不能应循 不能妥协 累了 我就躺一下 休息一下 这样你的业障 这样你的业障 不容易克服 一定要拼命 要抱定决心 要突破困境 前面就是一片光明 我们想到这个下老啊 说到这个修行 虚发大勇猛心 勇猛精静 立决定制 要 不计成败 不顾生死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 死都不怕 就怕阴寻果且了 这样才能突破 这些习气 突破这个懈怠的习气 当然 遇到这些 业障现前呢 应该是每一个修行人 都会遇到的 所以 常常想到 祖师这些提醒 不计成败 不顾生死 调整自己的心 慢慢都能够突破过去 当然也讲究方法 比方说打瞌睡了 可以起来拜佛 调整调整 这个念佛都没有中断 晚上半夜都在念佛 这个是精静佛期啊 李秉兰老师曾经 就来到台湾之后啊 有办过一次精静佛期啊 结果有同修呢 有出现情况 后来老人家有把它调正常了 之后这种七天不睡觉的精静佛期啊 就没有再办了 当然首先我们可以感觉到啊 古人啊 比我们呢 这种精静啊 的功夫啊 比较深 而且他们呢 心地啊 比较清静 我们现在 生活的环境啊 相对复杂 我们忘恋也比较多啊 我们现在是内的烦恼 外的诱惑啊 都比以前多不少 所以这种很精静啊 都不睡觉的啊 这个旁边假如没有啊 很高的人 护场啊 那出现什么情况啊 这就不好说了 所以老和尚啊 所以老和尚啊 在他老人家 晚年的时候啊 比较指导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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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太极端的情况 那当然 这个念累的修习啊 不能是偷懒 不能是 这个一躺 这躺两三个小时 爬不起来 就是这个 还是得要自己很 很不自欺的啊 依照这个原则去修想 好 好 我们 任何的做法 都还是要考虑到啊 好 我们当前大众的 一个状况 去应激啊 采取一些 方式方法 不然 有时候这个方式方法太强烈了 不应 当下这个众生的激啊 可能 造成一些情况就不好 好 那要带动大家呢 不断精进啊 那也可以是 那也可以是 循序渐进去带动 那也可以是 循序渐进去带动 那 教人以善物过高啊 那 当时其可愁 而且我们毕竟是 要是护持大家修行啊 要很敏锐的 能够体察到大众的状态 那 那 比方我们也有听过 说帮人家祝念 那要求啊 每一个来祝念的人都要持见 而且呢 而且呢 一个礼拜才能回家一次 一个月 才能回家一次 就是定的标准呢 没有考虑到 参与者的实际情况 要求的很高啊 我们是带动大家 服务大家 不能是 自己就定一个很高的状况 而忽略了 我们今天 去护持人家往生啊 我们也要能护持好身边的人啊 我们对 要往生的人是真心 我们对身边的人也是真心啊 真心是要体恤大家的家庭状况啊 而不是变成啊 我定了这个很严格的标准呢 标榜 你看 我这些来祝念的水平都很高 我们修的过程呢 很容易 会 执着点出现的自己不知道 比方说注念 这个灯都不关 都亮着 有可能 他帮一个人 注念 好像瑞相不错了 他就执着在 帮这个人 的整个这些做法上 他就产生执着了 他就产生执着了 每一个 往生者的 家庭情况 身体状况 都不敬相同 那你一执着一个 一个你觉得很好的一个案例了 你就要把这一个做法 要套在所有的 的 注念者的 因缘里面 这个就不妥当了 应该是一些原则要掌握住 比方说你要为这个王者考虑 你不能一激动 一心求生 水也不要喝了 东西也不要吃了 那你要看这个 这个人他的体力的状况 他可能不是马上走了 你又不让他吃 又不让他喝 那他更没有体力了 去念了 包含灯都不熄了 那他可能休息不好了 后面就没有体力念佛了 就是我们不要出现执着点 而忽略了 当下去体恤当事人 所以这个一直成病 真的是我们自己要很关照 很敏锐 自己有没有出现一种 执着点 一定要怎么样 人起这种心念的时候 其实就是有一种固执 产生了 可能自己观察不到 不然应该都很能柔软的 去体恤当事人 甚至去体恤当事人 家庭的客观的状态 去应这个因缘 好 我们再看下一段 前天有一位同修 来告诉我 他有一个朋友 也是念佛的 也是念佛的 很精进 很用功 念了没多久 中风非常严重 家人朋友 都叫他去看医生 他不肯 坚持拼命念 决定 决定不看医生 决定不看医生 念了一两个星期 病完全好了 这是不可思议的感应 就怕你不肯拼命 你真拼命就有感应 不肯拼命就妥协 所以难关一定有 无始劫来 我们造作的罪业太多 怎么没有障碍 有障碍不要害怕 对于这句佛号 要有坚定的信心 我得了重病 我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我不要看医生 也不要吃药 我不想病好 只想早日往生净土 要有这样的决心 毅力 这个人才能成功 不贪生怕死 不贪图这个世间五欲六成 念佛人不能怕死 好 对死不恐惧 只有求生西方一念 越早越好 越快越好 要有这个心呢 才是真正发怨 怯怨 怨意去 怨生彼国 好 好 程德看这一段 有想到 黄念祖老居士 他有一次 在修法 好 结果吐血了 那当然这身体本身呢 也跟业力有关 那 这黄老想到了 这个修法呢 是已经 答应了 可能是答应 这些有缘众生呢 帮他们修法了 那黄老他们 信守承诺啊 他说死也修 他不怕死了 哪怕我今天死了 我也修了 结果啊 继续修啊 这个渴血的频率啊 就越来越少了 到了早上 就慢慢就不渴了 黄老说啊 假如那个时候啊 躺下去了 那可能就起不来了 那这个算呢 把这个叶 冲过去了 他有愿力啊 把这个叶冲过去了 就像这一个同修啊 他中风啊 他也是叶陷浅了 但是 关键是什么 他不怕死 而且呢 他对 佛号啊 有坚定的信心 这个很关键 所以他们能冲破啊 所以我们在因缘当中啊 要判断了 当事人 他有坚定的信心 他有坚定的信心 好 这个是 最关键的 好 所以我们呢 不能帮当事人下决定啊 假如 假如当事人没有这么坚定的信心 那我们又 不用看医生了 不用怎么样了 你就一心念就好了 到时候当事人信心不过 他会不会怪你啊 到时候他家里的人 会不会怪你啊 会不会怪你啊 所以我们在因缘当中啊 我们进退之间呢 也要拿捏好分寸 好 假如这个人是自己遇到了 那你自己 信心决心 你自己 要下了 好 要去应对这个静缘了 好 好 好 所以这个 在因缘当中啊 好 我们 看了这个事例啊 也很佩服 这一位同修他的信心跟决心 但是我们也要很客观的了解 这个因缘的状态 好 好 在因缘当中啊 不能给人家乱做主 好 你听我的保证怎么样 好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还是要慎重 好 好 那 我自己啊 有认识的一个同修 好 这个他呢也是啊 刚好啊 从高的地方摔下来 这个头啊 很严重 那他自己啊 对佛号很坚信 好 结果 这个 他撞得很严重嘛 但他平常啊 很多佛友啊 都一起共修 那 他撞得昏迷了 那家里的人想 开 开 脑了 这些同修啊 在应对的时候也 挺可贵的 他先 这个 跟家属 沟通了 你们给我 给我们 一天的时间 精静念佛 有这个信心 那这个同修啊 他虽然 不是很清醒了 撞得太严重了 但是啊 但是啊 好像嘴巴还会动 就平常念佛啊 也是很下功夫 哎 结果 后来念念念 他就醒过来了 然后就慢慢 很快的就恢复正常了 哇 不然那个脑开下去了 那在后面就不好说了 哦 所以这个 确实佛号 这个功德啊 是不可思议的 好 我们看 下一 一段 您受忠实 您忠实啊 佛来接影 你不必 忧虑啊 西方极乐世界 到底在哪 西方那么大 到底哪一个星球啊 是极乐世界 你这样一怀疑啊 问题就来了 你就去不了 你有怀疑 有夹杂 功夫间断 就去不了 好 决定了 不要怀疑 念到水到渠成 佛自然现前 好 佛来接应你去 好 四十八月呢 已经圆满了 好 阿弥陀佛臣佛已经十节了 好 所以不要有这些担忧 好 信 圣炎亮 信佛所说 好 我与诸菩萨众啊 迎现其前 哪些菩萨呢 哪些菩萨呢 当然有 观音菩萨 大四智菩萨 他们一定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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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常常念他 你常常想他 他跟你有缘 除他们之外 还有不少菩萨 跟三圣 跟三圣一起来迎接你 一起来的菩萨 与你都有关系的 与你没有关系 没有缘分 他不会来的 是什么关系 皆是多生多节中啊 你的同修 你的眷属 他们早就往生了 现在看到你念佛元俗 他们很欢喜 跟着阿弥陀佛啊 一道来接迎 诸位要晓得到西方 极乐世界 决定不寂寞 熟人很多 我们过去生中 生生世世 不知道有多少同参道友 他们精进念佛 成功 已经往生了 我们不肯精进了 还打闲叉 堕落到现在这个样子 今天元俗了 他们会跟佛一道来 我们到达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前面所说的 天眼天耳树命 他心动 能力都恢复了 于是一看就晓得 从前在哪个世界 哪一生哪一节 我们是好朋友 老同参见面叙旧 你说西方极乐世界 读书圣 多热闹 不寂寞 换句话说 离开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不去极乐世界 真正是孤单 寂寞 一轮回一转世 因为没有神通 你的家庆眷属 都记不得了 面对面 面对面都不认识了 所以 要知道 什么人孤单寂寂 六道里孤单寂寂 往生西方 世界 不孤单 不寂寞 我们想想 上辈子的青人 可能 都不记得了 道路不同了 前世造的因不一样了 这一世 业力遭感的果报不一样 所以也不认识了 所以到极乐世界 那个是大团圆 过去生生世世有缘 已经往生的 亲戚朋友都聚会了 而且聚会干什么 聚会不是吃喝玩乐 诸位同修 你们喜不喜欢聚会啊 喜欢聚会是因为喜欢什么 喜欢可以介绍净土法门 可以帮助众生 转恶为善 转迷为悟 那这样的聚会 可以 所以老和上说 应酬是念佛啊 生活工作处事待人 连应酬都是念佛 假如喜欢聚会是 喜欢吃吃喝喝啊 喜欢东聊西聊 那这种喜欢的就 不是很妥当了 这都要看得到 这些都是世间的贪拙了 所以这个到奇方极乐世界 大圆满啊 大聚会啊 是为了配合阿弥陀佛 到十方世界度众生 好 所以我们 这个月圆的时候 要复习这一段祭语 但愿人长久 唯有念弥陀 清眷勇团聚 法界逍遥有 跟着阿弥陀佛到 虚空法界 去度众生 好 我们在往生传上 看到初祖慧远大师 往生的记录 他往生 他往生时候啊 看到阿弥陀佛 万音四字 还有连色先往生的那些人 都跟阿弥陀佛啊 一同来接引他 他只说出连色已经往生的 都见面 都来了 这个莲池大师给我们表演了 确实是这样 那多生多结以前的 就不必说了 因为说了我们也不知道 好 好 经虚一间 即生我差 这是讲往生速度之快 不要认为当中距离遥远 十万亿个大千世界 其实只需一刹那 一念之间就到了 好 底下这句话重要 这是四十八愿里说的 这种殊胜功德利益 不可思议 因为到了极乐世界 就做阿为悦智菩萨 阿为悦智是凡语 阿亦做无 为悦智亦做退转 无退转就是不退转 原正三不退 为不退 那这个为不退是 入了圣人的位置了 这个出国 虚脱还 他不会再退到凡夫了 行不退 这菩萨行不退 还有念不退 那这个念不退就是 入了法身的境界了 三不退的菩萨 原教出注就正得了 原教出注就是三不退 但是不称阿为悦智 阿为悦智是七地以上的通称 换句话说 我们凡夫一平 烦恼没有断 深到西方极乐世界 居然跟七地以上的菩萨平等 这是不可思议 难信之法 那当然我们不相信佛说的 我们不怀疑佛说的 那也感受到这个往生利益之大 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利益啊 那这是佛果地上的成就 果地上的功德 这个唯佛与佛乃能知 身闻易解师佛自 敬其神力也莫能测 那我们当然随着 深入无量寿经 尤其深入老儿上强调的这个 大经科著 就越能了解 极乐世界一正的庄严 好 好 那我们 德国进宗学会 董立啊老师啊 现在在副讲老儿上 2014年科著 这四级啊 浓缩成一级 这个也是 副讲老儿上的科著 都是精华 我们 也可以很好地来 深入学习 老儿上 这个 2014年科著 这个也是他老人家的法身色利 常驻世间 对我们的 护持 那我们看到 这一段愿文呢 我们假如利重的心怯啊 哇 看到往生就做阿维悦之菩萨 那会 很欢喜啊 一定要去啊 才真的有能力啊 更好的来 来 帮助众生呢 好 我们 今天呢 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好 好 好